10月23日中共公布了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通過並決定了中央書記處 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紀委人員 中共新一屆7名政治局常委名單公布 習近平再度任中共總書記 其他6人是李強 趙樂際 王滬寧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上一屆政治局委員胡春華出局 只是保留中央委員身份 中央政治局是中共中央領導機構 被視為中共最高領導層 20屆中央政治局委員24人 名單是 丁薛祥 習近平 馬興瑞 王毅 王滬寧 穩力 石泰豐 劉國宗 李希 李強 李幹傑 李書女 何衛東 何衛東 何立峰 張又俠 張國青 陳文青 陳吉寧 陳敏爾 趙樂際 袁家軍 黃均明 蔡奇 其中13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新增的委員 他們是馬興瑞 王毅 穩力 石泰豐 劉國宗 李幹傑 李書女 何衛東 何立峰 張國青 陳文青 陳吉寧 袁家軍 由於中共17屆、18屆、19屆政治局委員都是25人 20屆少到1人 引起網民猜測 有網民認為胡春華未入局意味著中共團派失勢 目前李希、蔡奇的職位官方已公佈 李希擔任中紀委書記 蔡奇確定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 除了蔡奇之外 中央書記處書記還有石泰豐、李幹傑、李書女、 陳文青、劉金國、黃小紅 目前外界普遍猜測其他不明常委的職位分工委 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李強有望接掌國務院總理、 趙樂際有望出任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王滬寧可望接任中共全國政協主席、 丁薛祥有望接任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 旅美經濟學者鄭玉光23日對大紀元分析說 這屆常委吸收了京、戶、穴、三大經濟區的書記入上 李希排名最後可能是因為他與習近平的關係不像丁薛祥那麼近 鄭玉光認為新進常委中的習家軍軍掌握要職 而趙樂際、王滬寧分別掌管人大、政協 或說習時代這兩個花瓶機構更無足輕重 至於王滬寧繼續留任常委 鄭玉光認為王滬寧是所謂三朝帝師 他輔助習近平也是盡心盡力 習近平應該對他也是比較滿意的 習近平提出的所謂理論基本上是王滬寧的那一套東西 不過習近平已經有了自己人來替代王 就被王滬寧換個位置 女奧學者馮崇義23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選白常委、軍委人選都遵循一個原則 就是要對習絕對忠誠是習信得過的人 這是他唯一一個用人標準 他說習考慮的就是用他的人 對他忠誠的人、服從他的人 讓李強去做總理、蔡奇去管書記處 而李強和蔡奇都是聲名狼藉的黨軍 在上海、北京他們被民眾厭惡 20屆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名單 副主席張又俠、何惠東 委員、李尚福、劉鎮立、苗華、張聲文 在22日中共公布了20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名單 習近平的軍中親信72歲的張又俠 及習的身腹大臂鍾紹軍都在名單中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 22日對大紀元表示 儘管張約合參加過中越戰爭等 但是中共的高級將領都沒有主持過大的戰爭 他說中共雖然在硬件上有武器裝備 但是軍隊沒有打過仗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軍人沒有大的戰爭的經驗 中共在打完越戰後 基本上就沒有再打仗 而中越戰爭中共打得也不好 中共十九屆中央軍委委員 苗華和張聲文 連任新一屆的中央軍委委員 二十屆中共中紀委書記系李希 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歷任中共第十七、十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十九屆中央委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次李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66歲的李希 長期在甘肅 曾經主政延安 先後任陝西省委秘書長 陝西省委常委 延安市委書記 李希和習近平淵源深厚 李希離開陝西後 先後任上海市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 市委副書記 遼寧省長 省委書記 2017年 在中共的十九大 李希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空降廣東 接替胡春華擔任省委書記 紐約引述歐亞集團的中國政治分析員 尼里·托馬斯 報導 一個更加以習近平為中心的常委 會意味著對習近平政策的更多支持 女澳歷史學家李源華 10月23日向本臺表示 由七常委的名單可以看出 習近平完全掌握政治局 而且一尊獨大 其他人只是執行他的政策 說明中共之前集體領導的政治家局 已經不復存在 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 都是習近平的救部或跟隨者 說明今次的二十大換屆 但是習近平完全主導政治局 李源華表示 這些人入常委 不代表他們在地方主政的時候 有多麼好的政績 例如蔡奇擔任北京市委書記時 清理北京低端人口 流出國際笑話 另外可能在明年春天 接任國務院總理的 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他在今年執行上海封空政策時 令這座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 完全處於停頓 因為他在過程中 堅持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 他在這次常委名單中排名第二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 沈榮欽10月23日向本臺表示 習近平在二十大的開幕報告中 多次提及安全和社會主義 而經濟改革開放等用詞被大幅縮減 而且在報告框架裏 強調與西方對抗 尤其是與美國對抗 而且首度將不放棄對台動武寫入報告 並且藉此警告干預台海的美國和西方國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去年3月說 美國和中國應該在該競爭時競爭 能夠合作時合作 必須對抗時就對抗 沈榮欽認為 這個戰略在現實情況下越來越不可行 因為習近平走向第三任期之後 可以預計的是 經濟已經完全不從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下 能夠合作的空間越來越小 取而代之的是對抗和競爭會更加激烈 外交事務期刊 近期刊登澳洲前總理陸赫文的文章 《習近平眼淚的世界》 文章提到 習近平主政下攀佈更多意識形態驅動的政策 同時他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觀點 相信歷史決定論的深層力量站在中共的一邊 中國將會贏得勝利 而西方處於結構性衰落 習近平的這種馬列主義觀點 將會影響亞洲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在外交政策層面 盧業宗認為 與中共十九大比較的話 也就是由2017年至2022年這一段期間 我覺得中國的世界觀 是更趨向保守一些 換言之 習近平先前認為東升西降的局勢 在今次他的二十大報告裡面 並沒有特別強調 兩者結合起來 盧業宗說 未來習近平個人如何詮釋中國和美國關係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 就會深刻影響中國外交未來的走向 而69歲的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雖然打破七上八下的規則 進入到政治局 但是習近平的權力這麼集中 王毅未來在外交上 恐怕要更加貫徹習近平的意志 習近平打破中共潛規則 獲得第三個任期 引發全球關注 俄羅斯總統普京第一個表示祝賀 並表示 期待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全面夥伴關係 和戰略聯盟關係 上個月 普京、習近平兩個人 參加了烏茲別克斯坦舉行的 上海合作組織 簡稱上合組織領導人峰會 在兩人的面對面會談之中 普京表示 他理解習近平對烏克蘭局勢 有疑問和擔心 公開承認 他們在戰爭問題上存在分歧 這個表態一度令外界驚訝 中共拒絕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而是將衝突 歸咎於北約和美國 但是分析認為 俄軍近日在烏克蘭的戰士 折實力令中國面臨困境 習近平最為關注的事 就是俄烏戰的走向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 哈爾布蘭茲在推特表示 北京不能助視俄羅斯在烏克蘭被打敗 因此最低程度會導致俄羅斯被嚴重削弱 成為中共的一個不太有用的盟友 而且無法幫助中共分散華盛頓的注意力 更可能在莫斯科造成政治不穩定